有一個瘀癌瘀癌 我有一個朋友有瘀癌 他在美國 他已經有三個小朋友 他很幸運 他可以做手術 就不用去打瘀癌 其實我有一個粉絲患過瘀癌 當時我拍攝節目的時候 他告訴我 那個療程的過程是相當痛苦 但他也很堅強地堅持到 醫好了 還要上班 現在說沒事的 他心情很開朗 我曾經試過有一個補習的老師 在我小時候的年代 他已經患有瘀癌 他也掙扎了一段時間 他嘗試去治療他 他又割了 但結果到最後 他也是敵不過的 那是我先生、夫妻那邊 他媽媽和他媽媽 兩個都有瘀癌癌 我的祖母 在早期瘀癌癌癌 她只有55歲 那應該是在70歲或80歲 我媽媽的第一次 都沒有臨會 有一點點 所以我和他媽媽 所以我看到了 我媽媽 她沒有診激癌 她打診癌 幾年後 在很早期 她有很短時間 一段短時間 一段時間 過程 成功 Done. Total success.